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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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戰績訓練不分場地 體能要求也是家常便飯 大陸媒體報導 這支部隊的特殊性在於 它是解放軍歷史上 從來沒有相關類型的新型態部隊 引導後續的活力 譬如說海空軍的武力來作打擊 所以其實在這種部隊 用在以後身都是非常非常方便跟需水 它的轉換訓練會非常的短 因為它本身的基礎非常的紮實 它要做任何的其他包含 它要做空降 它要做登陸 或是它要做其他的特戰 它的轉換都是非常快 所以這可以算是 解放軍的一支戰略預備隊 為了因應現代化戰場需求 解放軍在部隊轉型上不斷加碼 也是大陸國防預算居高不下的關鍵之一 專家更進一步指出 北京方面以罕見的方式 揭秘精烈准這支部隊 除了秀肌肉之外 也在向其他國家發出警示 不要小看大陸的軍務實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中國大陸從來沒有放棄武統台灣 但最忌憚的就是美軍介入台海的爭端 所以中共是積極的發展洲際彈道飛彈 希望可以嚇阻美軍援台 但是美軍的核彈頭 還有發射陣地的總數 遠遠勝出大陸 專家表示 如果台美最終還是逾越了一中政策的底線 中共即便實力不足 仍然會不惜動無解決 滴海決勝貪案殲敵 一向是國軍重要防衛構想 國防部特別對美軍購戰略合作案 派員赴美交流台美雙方戰略研發成果 並著重在貪案殲敵的作戰資源分配 畢竟中共對我國威脅 從沒片刻停歇 中共武統他沒有停止過 他口號也沒停過 不放棄無力犯財也沒有停過這口號 國軍就因此這一個 我們強化我們現今備戰 敵人要怎麼樣 我們不能夠預測 但我們要預判 有哪種可能 我們要盡早做因應 國防部長鄭重其事 畢竟大陸人大會議後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才這麼說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 沒有妥協餘地 沒有退讓空間 中共也心知肚明 武統台灣的最大阻礙之一 就是美軍的介入 因此除了嘴上強硬放話 私底下建軍備戰 也是鴨子滑水 美國智庫 美國科學家聯合會 透過衛星發現 中共在內蒙古新建16座 新式飛彈發射井 研判能籌載最新型的東風41彈道飛彈 加上原本的20座陣地 數量整整多出一倍 但恐怕仍然不是美軍的對手 就算中共將洲際彈道飛彈發射井 數目倍增 與美俄相比 仍然是小屋見大屋 因為光是美國空軍 就擁有約450座的飛彈發射井 俄羅斯則擁有約130座 而中共目前的核彈頭 大約200多枚 美俄則各自擁有數千枚以上 除了遠程核打擊能力 中共也積極擴建航空兵力 在緊鄰台海當面的龍田 惠安軍機場 戰機只要7分鐘就能抵達台北上空 最近大興土木延長跑道 增加停機坪 攻台準備昭然若揭 過去的話 它可能的機型比較單一 這個機場它可能就是什麼 OK 尖擊機 另外一個空大機主要在哪裡 每個基地 每個機場 有不同的一個機型跟機種 可是在未來的話 它如果要進行的是 機群的空中打擊 就是混邊的一個飛行狀況 如果你是分開在不同機場 那你飛行要集結等等 這些其實都會花去一些時間 可是如果今天 它把它全部都可以在一個 前進基地做一個集合的話 那是不是其他飛機 先飛到這個基地 以這個飛機地作為跳板來發動攻擊 會更為方便 中共為了武統台灣 看似不惜背水一戰 只要順利排除美軍持援 達成區域拒止 反介入的戰略想定 國軍憑一己之力 擋得住嗎 各種可能的方案 國軍都會以料敵從寬的一個原則 來進行評估 而且都會列入敵可能的一個行動方案 然後妥為因應 來適當的來做處理 中國大陸知道在這一兩年之內 在短期之內 他還沒有辦法跟美國在西太平洋 在軍力上一較高下 所以現在的這些動作應該是第一個 他當然也表達出他對局勢的不滿 第二個他某種程度是要希望警告美國 在所謂的一中政策上 如果美國決定跨越紅線 那中國大陸一定會有所行動 即便他知道現階段他的戰力可能還不夠 中共武統決心絕不會停止 台灣除了期待美軍能在這場區域爭霸拉開差距 對於自身實力的提升也刻不容緩 TVBS新聞立委華光君台北報導 美國最近又有新動作 部署在挪威的B1B超音速轟炸機 週一首度降落在北極圈裡頭的基地加油 美軍這項動作明顯就是要制衡俄羅斯的威脅 根據美國空軍表示 派駐在挪威的B1B轟炸機 週一開始起飛 要和挪威展開聯合攻擊管制訓練 之後降落在挪威的北部博德空軍基地加油 還跟鄰國瑞典展開了陸空聯合訓練 由於這個轟炸機加油的地點非常接近俄羅斯 所以就被各界專家認為是有意展示武力 來壓制俄羅斯方面的威脅 俄羅斯軍方也在密切關注美軍的動向 以航空母艦艾森豪威爾號為首的打擊群 行進止步陀螺海峽 要有大西洋進入地中海時 疑似被俄羅斯的海軍擊落及潛艦跟踪 而美軍還出動了一架反潛巡逻機進行監視 不過剛剛提到的航母會不會成為拜登政府的難題呢 因為拜登剛剛上任就針對了中東和台海情勢 重新調度了航空母艦 美國是擁有全球最多的航空母艦 還加上了百億元設計出全新的福特級航母 想要作為尼米茲級航空母艦的替代版本 但是這一款新航母成本非常的高 而維護成本更高了 打亂了美國軍方的企劃 現在中國大陸也是積極製造大型的軍事艦艇 拜登政府要兼顧國防 又要控制成本 是否要繼續發展新的航母也陷入了兩難 337公尺長的龐然大物在海中乘風破浪 不只有福特級核子動力航母 美國的海上大軍可是陣容浩大 目前美國的主力還是外界最熟悉的 尼米茲級航空母艦 儘管尼米茲級航母上已經能搭載各種先進的攻擊武器 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正硬頭蓋上 尼米茲航空母艦已經不能滿足美軍的需求 美軍唯一一艘福特級航母因此誕生 從設計到建造全都一手包辦 砸下高達128億美元的天價 是一艘尼米茲級航母的兩倍 但建造過程已在延期成本不斷超之 還出現一連串的系統故障問題 雖然軍事專家忙著護航 強調這是21世紀第一艘航母 在第一艘建造的時候總是會有比較多挫折 但顯然128億還只是個開始 原本美軍打算把福特級航母發揚光大 一口氣打造十艘來取代秘密自己航母 但現在預想好的布局還得重新檢驗 毕竟还有成本考量 美国方面也计划改打造 比较小型的阿姆 在没有战争的时期 这些大型的海上军事舰艇 主要肩部的任务还是太平洋地区秀肌肉 还有人道救援或是军事训练的重任 尽管存在感十足但弱点也是格外明确 一位最大的讨论是 该不该投入这么庞大的军事预算来应应 未来可能的海上战火 美军的态度显然也是腰摆不定 在大国角力的战场中国大陆不但积极打造轻型的舰队航母和两栖突击舰 就连在疫情当中也没有拖慢船舰的建造速度 还频繁出现在敏感的台海地区 跟美国航舰互别苗头 在军事上显而易见的威胁之外 北京当局积极发展造船产业 坐上世界楼头的宝座 也为西方国家增添了另一项引优 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大陆虽然在海上军事科技激起直追 但要怎么运用这些庞然大物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恐怕没有美国来得有经验 但眼见大陆方面积极布局 美国显然不敢轻易放弃航母科技的发展 然而庞大的军事支出 对疫情经济受到重创的美国来说是一大负担 怎么顾及内政又兼顾国防 成为拜登政府的头痛难题 区别新闻综合报导 而美国的内政方面 目前已经有9%的人口 大约是3100万人施打疫苗了 4月底渴望可以达到拜登的目标1亿人 不过美国现在还是每一天新增确诊数有6万例 美国的CDC却宣布防疫的政策松绑 疫苗完全接种者在室内的聚会可以免戴口罩 甚至接触到无症状的确诊者也不用隔离 有人就质疑这样的松绑速度会不会太快了 德州有医护人员用自己的休假帮行动不便折打疫苗 因为他们虽然呆在家 不代表就不会接触到病毒 全美目前有3100万人接种疫苗 占全美人口的9% 平均每天施打剂量达220万 再加上确诊跟死亡数渐渐趋缓 部分的州开始松绑防疫措施 美国疾管中心CDC公布新的防疫指南 只要你打完辉瑞或莫德纳第二剂后两周 或是打只需一剂的交生疫苗后两周 你就属于完成接种者 在室内与已打疫苗者举行小聚会时 不用戴口罩也不用维持社交距离 拜访没有接种非高风险族群的家庭 也不用戴口罩不用维持社交距离 这代表打过疫苗的阿公阿嬷 可以不用戴口罩看孙 而和无症状确诊者接触到的话 不用隔离不用检测 但需14天自主观察 但专家警告 平均每日新增约6万例 且有20%的病例约12000例 很有可能是英国变种 这数字跟其他国家相比依旧高得吓人 但崇尚自由的美国人 已被戴口罩逼得受不了了 佛州泰特纳海滩的年度重击州 吸引大批骑士前来 我们已经安排了一年 我们必须要做什么 去到城市去做什么 爱达河州有激进的民众 办烧口罩大会 对当地有近1900人病死的消息 不以为然 对能保命的工具嗤之以鼻 我们希望人们可以选择 选择选择 阳光 海滩 美景 让闷了一阵子的美国人 忍不住想出游走走 光7号当天 全美通过机场安检的人数 就逼近130万 创一月以来新高 以费城国际机场为例 2019年3月 搭机人次有270万 2020年3月降到120万 今年预估会有60万4000人 航空公司真的很希望疫情下滑 能拯救运输旅游业 CDC警告 打过疫苗者仍有极小的可能性出现无症状感染 但同时却因为有疫苗放宽了防疫守则 不知是否是迫于复苏经济 而开了防疫大洞 TVBS新闻综合报导 香港上个月26号开打科兴疫苗 但两个礼拜的时间传出了三起 施打科兴疫苗死亡的案例 而最新的这一期值得关注的是这名71岁的男子 和先前两例不同 他没有三高 也没有慢性病 注射疫苗前量血压 询问病史 花15分钟评估风险 这家私人诊所也加入港府的疫苗机种计划 但现在明显比之前更为谨慎 将来出现第三例 施打疫苗后死亡个案 一名71岁男子 3号选择私人诊所施打科兴疫苗 7号在家晕倒后送医抢救不治 由于他先前没有任何长期慢性病 只在20多年前有过甲状腺就医记录 既然与先前病史无太大关联 打了疫苗后为何死亡 港府还需再调查 不过先前受力63岁男子和第二例接种疫苗后死亡的55岁女子 都已经被排除死因和疫苗有关 根据接种中心通报数据 截至到6号 累计有45人在施打疫苗后送医 其中两人情况危急 而且打的都是科兴疫苗 但分析一位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一位则是患有糖尿病没定期注射胰岛素 巴西的数据其实讲的是有心脏病 而所谓是有一个严重的事件的 其实都是第一种 疫苗接种的情况是 同那个本身每一天的基线的 比如讲的是冠心病 或者是一些的老血管病的基线 是没有太大分别 其实我们就知道同那个疫苗接种是无关系 港府继续为疫苗背书并且指科兴公司 有持续提交安全性报告 在全球接种4400万剂出现56宗死亡 有20宗是涉及心血管疾病 经评估后都与疫苗无关 但其实检视科兴疫苗使用说明书 就写明60岁以上成效数据有限 建议要评估健康状态和曝露风险再决定是否接种 另外注意事项中 名列糖尿病患者需慎用 甚至曾有严重过敏慢性病患者需禁用 要不要打疫苗 全凭自我评估接种中心无法调阅接种者病史 港府也未设置施打年龄限制 如今接连出现严重异常个案 原本配合接种计划的安养院则掀起了退打潮 从港府6号起公布八家接种中心的接种率来看 也从原本近9成接种率掉到7成多 但目前香港的疫苗顾问专家认为 至少要等几个月到半年 观察市民接种过两剂后情况 才能判定香港接种科兴疫苗后 死亡率和异常状况是否高于整体 言下之意 即便传出三期死亡案例 香港的疫苗接种不会轻易喊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日本311正在的相关消息 目前灾区的重建进度缓慢 去年又碰上了疫情搅局 当年海啸冲击的第一线 工程县终于拼倒了三路艇的商店街开幕 但是因为疫情生意萧条 又碰上了要还欠涉款的压力 灾民的生活相当的辛苦 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9的强震 引发了滔天巨浪 20公尺高的海啸 灌进了工程县南三路艇 悠闲的渔缸小站瞬间变成废墟 死亡失踪者共超过800人 2011年4月正后一个月 被列为重灾区之一的南三路艇 进入漫长的复兴重建期 有了311的教训 南三路艇提高防灾意识 原本热闹的沿海地区全部打掉重炼 打规模填高土地 以防海水倒灌 新城镇也学会了住商分离 住宅地统一划分在不靠海的内陆区 保护居民家产不被大海淹没 而海岸边堆细好的高台 就作为商业用途 2017年灾后第六个月 新商店街总算完工 虽然只有28间店家 却是南三路艇灾后振兴的重要指标 这项又恢复往日热闹 踩点南三路艇商店街 也成为力挺灾区复兴的一种热血 开幕后每年平均能吸引60万游客 然而就在灾民们以为 慢慢找回往日生活节奏时 半路径杀出个新冠病毒 因疫情而实施的自诉令 使得商店街去年游客 连50万人次都不到 而疫情对灾区造成的经济打击 远比其他地方更致命 随着重建其拉长 日本政府编列的复兴预算逐渐减少 从过去的10年32兆日元 下降到未来5年1.6兆日元 此外商店街业主过去 向政府借的建设费 即将进入还款期 如今蜡烛两头烧 商店街老板们集思广益 希望能把客人再找回来 缩水的振兴补助款 也让南三路亭的住宅区 面临困境 灾后人口严重外移 留下大多都是高龄者 只能仰赖生活辅导员 但在公家预算降低后 住守灾区的辅导员跟着变少 未来灾民们将只能自己究计 身为生活辅导员 同时也是南三路亭的灾民 高桥小姐组织互助会 带着街坊一起做料理 完成的餐点可以供应给独居者 除了送暖也能随时了解生活状况 三一灾后十年 许多人都在努力走出伤痛 但有的人却始终停在原地 住在宫城县石卷市的 八十二岁迪远老先生 每年三一一这天都会回到 已经被拆除的老家救治前 喊着太太 三一一那天 迪远太太被喊笑卷走 至今下落不明 迪远老先生说 总觉得太太还在这儿 这样喊 他一定听得到 回到家拿出他珍藏的瓶子 就像解法四十七年的老伴 还在身旁 迪远老先生说 多年来大家都劝他追求新人生 可是在心中 从失去太太的那一刻起 自己一心追求的 只是与太太共赴彼岸 老先生说 为了怀念太太 他决定勇敢活着 而日本知名作家也表示 世界上有种再见 不需要告别 停留在过去 感慨缅怀 有时也是推动生活 前进的力量 今天新闻中报道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基本上 已经决定了 东京奥运和残障奥运 不会有来自海外的观众 而有别于上一件 里约奥运和东京奥运 包括了传递生活的仪式 也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之下举行 日本政府最快下个星期 就要和国际奥委会 国际残奥委会的代表 进行五方的疏伤 进行最后一次的确认 好 来关注到的是 究竟什么时候要传递圣火呢 时间点就在3月25号 日本政府严正以待 鼓励大家透过网路直播观看 沿途限定当地居民 不要跨线追星 而名人会接送圣火的地点 也会考虑改在特定 可以管控人潮的场所 东京奥运注定将是一场 不一样的奥运 东京奥组委最新公布 新冠防疫对策 沿途要避免密集 观众该以拍手的方式加油 东京奥运生活25号 从福岛县出发 到开幕式7月23号 一共121天 愿1万人巡回日本 859个乡镇市村 新公布的防疫对策 要日本民众除了自己的居住地外 不要前往其他都道府县关上 沿途要戴上口罩 加油不要大声喊 改用拍手代替 一路都会有网络直播 建议大家在家看就好 为了避免人潮 也考虑让名人在公园或体育馆等 能管控出入的地方跑 另外大会也要求跑者 在参加两周前 避免聚餐或到密集场所 一旦传递县市发布防疫紧急状态 将取消沿途传递 改在会场举行 无观众的点火仪式 圣火跑不跑 将在一个月前是感染状况决定 最初的四个县 福岛 栗木 群马和长野 原则上将按计划在路上跑 但第二站的栗木县 目前发布外出自诉 要民众非必要非紧急不要外出 将在起跑前两周再决定 而原定五月中轮到的岛根县 知识则放话 考虑终止县内圣火传递 岛根县知识甚至表示 如果无法把疫情压下来 东京奥运也该取消 此话一出立刻引发极大回响 赞成反对都有 东京奥运到底该不该举行 根据时事通讯社民调 过半58.4%的日本民众反对 仅28.5%赞成 反对的主要理由 就是疫情尚未平息 就算祭出防疫对策 也无法完全预防 赞成的人则是为了力挺参赛选手 刚办完澳洲网球公开赛的 奥网协会主席表示 或许奥网经验能成为东京奥运的蓝图 如果你想保证 每个游戏都没有疫苗 或者没有疫苗 你必须有时期试试 奥网协会主席指出 东京奥组委必须确保选手 教练和工作人员 在抵达日本后严格隔离 才能确保比赛 安全不中断 至于东京奥运 到时能否有观众入场 有大会是否要向外国观光客招手 国际奥委会表示 将在四月底拍板 那选手要不要接种新冠疫苗 国际奥委会副会长表示 鼓励选手打 但没有强制性 而就在东京奥运风雨飘摇之际 国际奥委会正式决定 2032夏季奥运 将优先考虑澳洲第三大城 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本 国际奥委会在2019年全面更改深奥规则 在投票前没有正式候选城市 以减少主办城市的负担 也简化申办过程 2032除了布里斯本 印尼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中国卡达首都杜哈和德国的卢尔区 都曾表态有兴趣 最后布里斯本已现有场馆多 良好的整体计划 曾举办过大型赛事 及气候宜人获得青睐 TV新闻综合报道 英国的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 在专访当中爆出梅根被王室的成员 种族歧视 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透过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表示 已经得知到哈利梅根 过去这几年饱受挑战的经历 让整个家族都感到难过 虽然对于事情经过王室成员 记得的跟他们记得的不同 但王室会认真看待问题 也对哈利一家温情喊话 他们永远是王室的挚爱家人 查尔斯王储照常出席活动 但是被记者问到哈利梅根的专访 是直接掉头走人 查尔斯不表态 但是英国女王说话了 女王这份声明 看似温和 其实句句犀利 接着女王又在声明中回应了 哈利梅根说到 有王室成员讨论雅气肤色的问题 女王的意思是两人所说的 和其他王室成员记得的都不太一样 最后说要私下处理 CN记者解读是 短短几句话 看似是安抚哈利和梅根 但其实把这些指扣都丢回两人的身上 另一个跳出来反击的 则是梅根的爸爸 梅根爸和女儿不合 这次又直接批评女儿做得太过火了 而在节目中 痛骂哈利梅根的英国名嘴摩根 也因为招来大量客宿 主动请辞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哈利梅根接受欧普拉的专访 CBS电视台是拥有国际市场的播映权 而且这个专访 还有两小时的内容没有剪进去 之后会不会有更多更猛的爆料 英国王室不合的危机 恐怕正式不会停息 英国媒体人气得牙痒痒 哈利王子与梅根的专访 成为欧洲新闻和谈话节目的头条焦点 不过英国媒体可是一面倒的不留情面 以Mexile梅根出走掀起舆论战 英国太阳报以梅根撕毁王室为标题 内文更讽刺哈利自从与梅根相爱 形象就从超人变成小丑 苏格兰每日邮报 抨击梅根在专访后就独自跑回加拿大 表面上是跟儿子雅气团聚 实际上是把烂摊子丢给丈夫哈利处理 英国每日快报 透过消息人士指出 愤怒的女王已经下令要整顿这起王室危机 在紧急会议中 有不少原本力挺哈梅的王室成员 都表示对专访感到愤怒与失望 他们不能原谅哈利为了梅根 痛诉对父亲的失望 以及梅根将轴里间的摩擦公开 放大外界对两人的比较心态 梅根抛出的另一枚震撼弹 拿自己身为有色人种 却让孩子因此被剥夺王子头衔 甚至被王室成员计讽 肤色会有多深 由于两人没透露成员身份 外界纷纷开始猜测 梅根口中的黑色豪门企业 到底是哪个王室核心成员说的 主持人欧普拉事后透露 此人并非英国女王或菲利普亲王 而英国的种族问题 看在国会首位非裔女性议员 亚伯特眼中是既存在的事实 从他33年前进入国会至今 歧视从来没有消失 对于美根严厉的指控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连英国首相强森都难逃话题延烧 播出节目的美国也闹得沸沸扬扬 白宫发言人被问到有何回应四两拨千金 强调不会代表总统发表更多评论 再度挑起王室公斗话题 最大赢家恐怕还是播出节目的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该集节目在美国播出 共吸引1700万人收看 广告费每30秒32.5万美金 约合台币975万元 是往常的两倍价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节目授权费为美金700至900万元 CBS往后将具备国际市场的播映权 而且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还有两小时专访内容尚未播出 专访的冲击除了迅速扩大 影响时间也会拉得很长 英国王室至今尚未回应 外界认为王室不可能放任专访事件 持续发酵 将尽快发出声明止血 而该节目将在英国时间8号晚间播出 正值封城期间 这出王室攻斗戏码的观众将会很多 不过根据英国私人民调机构 YouGolf调查 对于这场专访 有47%民众认为 哈利梅根的行为并不恰当 33%民众不同情两人 29%的人表示有点同情 显示超过七成英国民众觉得反感 哈利梅根的专访播出后 24小时内造成的巨大冲击 堪称英国王室85年来最惨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拉面连锁业者掀起了泡面风潮 不过有趣的是 消费者还会买回来自行加量 调整成自己喜欢的口味 一栏拉面的泡面板都被改成茶碗蒸风味 非常的特别 日本泡面进入战国时代 因为知名拉面连锁店 也投入泡面市场抢前 其中包括昭和三年 就创立的池代老店大胜轩 鸡肉和麵的柔软感 非常有趣 rói mean 我超过了米筏 民店泡面种类中 还包括台湾人熟知的一栏拉面 一栏 我也在吃过 非常有趣 一栏拉面红便全球饭店 从台湾香港开到纽约 而泡面最大特色是只有面条 粗排豚骨高汤和独创辣酱 没有任何配料 而且现在依然拉面还有新吃法 SNS等を見ていると 卵を入れて茶碗蒸し風にされている方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出た卵 僕以前 来てるねでカップヌードルに卵を入れて 茶碗蒸し作っ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よ これは鉄板だと思います 串麵在湯里加入生蛋 放进微波炉 できました すごい 固まってますよ 最高ですね ぷるぷる ちゃんと茶碗蒸しになってる 滑らかになりますね 一蘭の ちょっと辛辣の 醬汁の美味しさが めちゃくちゃ凝縮されてる気がします 另外在关東地区 拥有39家飯店的原始淡淡麵店 食欲が倍増します 百遍泡麵 变魔法 不管加什麼 美味 都讓人驚艷 TVBS新聞 最高ですね 中国大陸 大陸和俄羅斯官方9号宣布 兩国已經簽署了備忘錄 要合作打造國際太空的月球研究站 而大陸官媒新華社也指出 這個研究站會建立在月球表面或者是月球的軌道 以利益對月球來探索觀測和利用 不過有分析認為 兩國合作是要回應由美國主導的阿提米斯 對月企劃 要帶你橫越歐亞體驗穿越到19世紀 搭乘俄羅斯火車的特殊體驗 大地一片靜密被白雪覆蓋 一輛19世紀末傳統的蒸氣火車冒著白煙 穿越位於俄羅斯西北部卡雷利亚自治共和國的原始森林 這輛火車仍然在俄羅斯的鐵軌上奔馳 主要提供觀光服務 從卡雷利亚自治共和國西南部的城市索爾塔瓦拉出發 帶乘客瀏覽冬天山景的清幽 或是夏天紅色寧靜的風光 最後抵達自治區內的山林國家公園 車廂內也維持原本的裝潢 古典而奢華 滿滿的復古風情 這些典雅的裝潢連火車上的工作人員都愛不釋手 乘客可以輕鬆地坐在火車的餐廳 在旅途中喝杯咖啡還可以享受精緻高點 不過車廂內的愜意和火車頭的情況卻形成了對比 因為這輛貨真駕駛的古董級列車靠的是蘇聯時代燃煤的方式來產生動力 列車長和兩位助手必須時時刻刻補充燃料 這樣的作業模式沿用至今 想要讓引擎持續發動就得拚命幹活 列車長也認同這一番言論 雖然辛苦但是這項旅遊行程從2019年6月上路以來已經搭載全世界超過13萬名乘客 即使在新冠疫情的打擊之下多少受到影響 但是俄羅斯鐵路官方人員表示這條旅遊路線依然很受歡迎 想要參加這項熱門的西北大陸鐵路旅行 一趟要價約450盧布或是6美元 特別要注意的是日上旅遊旺季最好提前三個月預約 而當火車來到國家公園的終點站之後 會由特別的機械協助轉向180度掉頭回程 在現代人追求快速進步與創新的同時 這輛屬於舊時代的傳統蒸汽火車維持老派的風格和步調依然深受大眾喜愛 TVBS新聞綜合報導